人名女同学坐在位置上 喃喃静静地上课 却不知道突然发了什么疯 她猛了从座椅上站起 双眼上吊嘴巴为张 当着其余同学的面 大声尖叫 并大喊 好想死 杀了我 等等令人不喊恶丽的话语 学校 一个世界上五层鬼故事的出产原地 无论是 自作闹鬼 教室闹鬼 宿船闹鬼 办公室闹鬼 永生闹鬼 电梯闹鬼 走廊闹鬼 考试成绩也闹鬼 总之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人气旺盛的校园 总能从学长口中 听到这么多鬼故事 限定学妹 但希哥我今天所要聊聊的 正是校园灵异事件 但这起事件 曾经登上新闻版面 并被多个国家所报道 至今仍没有人能给出 合理完善的解释 大家好 我是希哥 今天要来聊的是 柳川高校灵异事件 2014年6月30日 位于福冈的柳川高校 到了接近中午午休时刻 有一名女同学 坐在位置上 喃喃静静地上课 却不知道突然发了什么疯 她猛地从座椅上站起 双眼上吊 嘴巴为张 当着其余同学的面 大声尖叫 并大喊 好想死 杀了我 等等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语 接着崩溃大哭之后 随即晕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 左手的学生 立马上沉关心 但 就像是出现一个 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抑或说是 蜘蛛网般 迅速扩散的诅咒 左手的同学 也接二连三 发生异状 先后出现了脸色苍白 与平息的症状 而且与第一个人相同 先是尖叫大吼之后 边哭边吼着倒下 接着 陈树温厥 若说 这只是一起 班级的个别事件 倒也还可以 找个理由说过去 可这其怪异事件 并没有在这里停下脚步 不只是本班的同学 从别班跑过来 关心的同学也中招 纷纷集体进入歇斯底里 呼吸困难 且允许的状况 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总共有27名学生 想起晕倒 在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 其余学生 网络实况一般 不断将现场状况 通过推特 发到网络上 这种经历 让师生们 陷入极大恐慌 也让网络上 关心这起事件的人 焦急地想知道 事件后续 直到下午1点左右 老师们选择报警 学校也当机立断 让学生们 停课一天 在这天之后 关于学生 集体云雄的奇音 在网络上 掀起了巨大的讨论 有人说 这里以前 其实是坟场 也有人说 学生们在学校 做了召唤邪灵的仪式 而当时 最多人同意的说法 是有人说 在事发前一天 柳川高校 举办了一场 休学旅行 那我们所挑选的地点 便是鹰烟山 在古洛的传说中 鹰烟山 是古代天狗们的 居住之处 而根据记载 天狗作为 日本的知名妖怪之一 是人世间 异常和动乱的根源 尤其是 他们的首领大天狗 更被认为是 含恨而死的 虫子天皇 死后怨气过重 愿临聚集而成的象征 甚至在中世纪以后 由来天狗县 而找是天下大乱的说法 不过到了现在 天狗为协会 被知误的说法 渐渐淡去 逐渐被世人们 认为是山神 因此产生了 关于天狗神的信仰 刚刚所提到的 林雁山 正式将天狗 视为 斩妖除魔的信仰之地 若山在日本 福岗县十分出名 明明是山神 所镇守的林山 却被认为是 著名的灵异景点 在过去 时常传出自杀 或是山难事件 可惜西哥 我花了大量时间搜查 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 因为知识人看不懂日文 无法从 2CH的日本论坛中 获得有用资讯 而附近被人流传 几位阴险的游牧大坝 也跟鹰烟山一样 找不到任何相关的 灵异事件 只知道这里 灵异事件平穿 不少人经过这里时 看到一名 身穿女装的无头鬼 不知道这些传言 究竟是遗而传而 亦或是被有幸认识 没失了一切踪迹 所以到柳生高校 正是因为前一天 去了银烟山 休学旅行 于是才传出 是有学生 在当地做了什么事情 才被当地的恶灵附体 一路跟随回到学校 引发了学生 几笛昏迹的事件 这件事情在当时 不止上了日本新闻的 各大版面 还传到了各个东方国家 被打死报道 就连最不相信 妖怪鬼神的大陆 在7月7号 由环球网发布报道了 这件事情 不过在该片报道中 有专家适合给这起事件 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 在忙碌的日本社会中 考试与升学压力十分巨大 这点相信 以目前的各位 或多少都能知晓一些 那当时正好是 缓解季节 气候不佳 期末考试将近 诸多原因正合起来 该专家认为 这些学生 很有可能是因为 上述原因 竟然导致压力过大 而崩溃 最终晕倒的 至于 为何有多人 同时晕眩的情况 专家才解释到 甚至青春期的 青少年较为敏感 很容易会产生 同财经的互相影响 一个人的崩溃 同样很容易地 正能对其他学生 产生一些 消极负面的影响 这个影响 会像看不见的 传染病一样 将渺小的不安 乘起和扩大 造成无边的恐惧蔓延 使得其他人 想及晕倒 而这 就是所谓的 集体歇斯底里症 集体歇斯底里症 要被称为 集体发疯 群体性心性疾病 用来描述 集体性的恐慌 错觉 或是无病因症状 透过谣言等方式 迅速传播的现象 这种症状 虽然会在人群中 快速传播 但并没有所谓的传染源 而且 与具体性妄想不同 集体歇斯底里 会表现出 具体的具体症状 但以当今社会来说 人类对于集体歇斯底里的理解 还不够深入 因此对于病因 也无法给出 正确的说法 事实上 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 在历史上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而且全球各地 都有案例 美国 1692年 错名照章的 塞勒姆省乌案 并被认为是 集体歇斯底里 所导致的悲剧 在当时 有两名女孩 莫名其妙开始尖叫 声音 则有倒地抽搐 随后镇上的其余女孩 也发生类似情况 在明智未开的当时 人们将原因 怪罪于魔鬼作祟 最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逮捕了200多名嫌疑犯 并以无数之罪 促使了二十余人 1518年 法国的史特拉斯堡 正在经历一场大饥荒 一名妇人不知为何突然发疯 但在大街上疯狂跳舞 一个月之后 也已经有数百人 被这种疯狂所传烂 一同站在大街上 取魔乱舞 这起事件造成数十人 死于日夜跳舞 所导致的过度疲劳 中风 心脏病等 1962年 在如今非洲 上坦尼亚的几个城镇 一间寄宿学校的三名女孩 都能够自知的开始大笑 无论有什么办法 他们就是不停地笑 笑 笑 这种症状开始大量蔓延 最终不止学校被关闭 连他们安附近的村庄 总共数千人 都受到种笑病所苦 1993年 4月1日 埃及拜哈尔省 一位15岁的少女 喜奈夏哈塔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 软然赶到头一目眩 最后倒地昏迷过去 警觉者 目击事情发生的学生中 也有三名女学生 想起晕倒 截至4月6日 这种城市 已经有数千人 陷入昏迷的情况 合计17所学校 被迫停课 那这个昏迷现象 并没有就此结束 它开始蔓延到 开罗等四个周遭地区 直到4月9日 埃及官方宣布 昏迷人数 已将近2000多人 2006年 葡萄牙一部 青少年电视肥皂剧 影响了来自 14个不同学校的学生 他们看完电视局之后 竟然产生了 跟剧中角色 一样的头晕 不及困难的症状 而当时 也正好临近 期末考试期 到了今日 仍然没有人 可以给柳山高校事件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至于原因 是找到怨灵残生 还是单纯 遇上了 集体歇死的理症 两种说法 我们都还没有能力 去证实 也没有方法 可以有效避免 或许对我们人类来说 这些事情的真相 远超现实在我们 所能理解的范围 那它究竟是灵异事件 还是另一个 由心灵产生 防不胜防的大型瘟疫呢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讨论今天的内容 有其他想见的故事或传说 也欢迎在下方提供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席哥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